小弟在這裡再次像我們當中的好朋友好鄰居 還有我們在眉山這裡的諸位長輩 諸位聖徒弟兄姐妹大家 安息日平安 感謝主又一次將安息聖日赐給我們 今天上午 先容許小弟用國語普通話 沒有翻譯來講 因為經文比較多 講下去可能會比較急又講不完 下午也沒辦法成為另外一節 下午有另外的題目 上午用普通話的原因是我們當中有很多我們所愛的兒女 小羊們 希望他們在上午的分享也多少吃得盡這些經文 也聽得盡這些道理 或許他們當中有將來我們得救教會的題目 是摩太傳道者跟長老 當然這一篇道理 題目就是神特定的時候 等一下因為有52段經文會顯示出來 所以小弟先在這邊講 你們要抄可能也來不及 會抄到可能忘了聽 要翻除非很厲害 翻跟抄都沒關係 但是我建議如果你覺得聽不清楚 乾脆不要翻也不要抄 看上面的螢幕 我拜託後面的我們負責人家生兄 要很快的秀出來 好好的想一想 好好的聽 反正現在有錄音錄影 回去要聽幾十次都沒關係 我常常一篇道理 前輩跟同工的 我一聽都是聽十幾次以上 才聽得懂 因為我的智商不高 先把話講在前面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不翻聖經 傳道就不高興 沒有聽得進去聽得明白 才是重要的 小弟引用啟示錄當中一句話 凡有耳的都要聽 那我們現在開始奉主而是聖明講道 那為什麼上午要跟大家 分享這個題目神特定的時候 因為小弟擔任傳道這十幾年來 發現很多很多的問題 很多大家不了解的地方 都跟這個時候兩個字有相關 對於自己在人生當中 在家庭裡面 自己家人 自己所遇到的 或者這些木道朋友 甚至是一些患難 那這些其實都是跟一件事情有關聯 小弟查考之後也才知道 就是這上面這個時候 可是一講到中文這個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有誤解 我先講 這個時候在新約聖經中 我們今天查考的範圍是新約聖經 其實這個到舊約聖經去 也是一模一樣 這可以成為一個神學論題 我們不講 在新約聖經出現的這一個字 我念給大家聽 聽不懂沒關係 叫做Kairos 它被翻譯成時候 其實它有很多的經節 直接翻譯成哪兩個字呢 叫做機會 機會 我們不是常常講一句話說 機會是神所示的嗎 好啦 其實這個時候是神定的 那這種被翻譯為機會的經文 在新約出現了80節的經文 我們沒有全部都弄出來 只有52段而已 可是這52段就足以代表全部了 相對於新約聖經裡面 其他地方所出現有關於時間亮度的字詞 我們通常為什麼描述時間 年 月 日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年有年的字喔 在2000年前的字 年 一當兩當啦 有另外的字 月 有另外的字 日 一天兩天三天有另外的字 我就不念啦 然後在2000年前最小的技術單位 技術單位是什麽 大家知道嗎 叫做hora 就是小時啦 有時候也翻譯成時候啦 但是這個字很特殊 這個小弟念的kairos這個字啊 被翻譯成時候 它不是年 不是月 不是日 也不是小時 可是有時候被翻譯成機會 有時候被翻譯成時候 我們看中文可能就不是很清楚 所以現在小弟我們直接講喔 接下來這一個地方 新約聖經當中神特定的時候 或者你把它理解成神特定的機會 總共可以分成十二樣 然後這十二樣又可以分成四大類 我再講一次 新約聖經當中的這個神特定的時候 跟機會 合有十二樣總共四大類 這四大類是哪四大類呢 小弟先把結論講出來 第一大類的時候 是屬於主耶穌自己的 是耶穌基督自己的 第二個 是在講屬神的人的 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稱的教會啦 我們在座諸位已經領受聖靈 接受過赦罪重生洗禮的 歸信耶穌的都是屬神的人 是門徒 是聖徒 也是神的兒女 所以這些啊 這是第二大類 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稱的教會 第三大類是什麼呢 一般世界上的人的 所以神不是只有定我們這些人的時候啊 連外面所有那些更多不屬於神的 悖逆神的這些人的時候神也定好啦 都寫在聖經裡面 第四大類是什麼 還有魔鬼 和屬魔鬼的時候 就是撒旦 撒旦大蛇古龍 魔鬼神也定好了他的時候啦 也給他機會啦 這四大類 四大類死而癢 我們先來看第一大類 是因為經文裡面告訴我們 耶穌自己來到世界上 他的每一個機會 每一個時候 早在創世之前 還沒有這個世界之前 全部都定好啦 怎麼知道 經文寫的我們來看喔 第一個 關於主耶穌 他降生跟受難的時候 那我們來看 馬太福音26章18節 看上面 好這裡 耶穌說你們進城去到某人那裡 對他說 夫子說我的時候快到了 我與門徒要在你家裡 守於月節 所以大家看到經文中間 有時候兩個字有沒有 原文就是這個字 所以耶穌自己在講啦 耶穌說 你們對某個人說 耶穌的機會跟那個 定好的時間已經快到了 問各位這是什麼時間 即將被審判 即將被抓走 即將被定十字架的時間 這個早就定好啦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經節 我們接著來看 馬可福音一章十五節 這裡 說日期滿了 神的國禁了 你們當悔改信福音 這裡翻譯的日期滿啦 有沒有 其實原文是那個字 是時候跟機會 機會已經滿啦 神定的時候已經滿啦 什麼時候滿啦 滿啦 耶穌才道成肉身 這獨一至高至大的神 就來到這個世界上啦 所以啊 這個不是那個年月日的日期 是神早就定下了一個日期 滿啦 耶穌就來了 然後滿啦 耶穌就受苦 受難定十字架 就復活生天回天上去啦 這一切早就定好的 再來 我們接著來看 羅馬書五章六節 請看羅馬書五章六節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為罪人死 所以這裡看到第六節 中間那個時候 也是這個字 在我們還軟弱的 這個神定好 所以我們軟弱也是神定好的 某一段時間喔 可是這個時候啊 基督就按著早就定好的日期 來為我們死 為小弟跟在座的美味死 我們看西伯來書九章九節 那頭一層帳墓做現金的一個表樣 所限的禮物和寄物 就著良心說 都不能叫禮拜的人得以完全 好啦 這是中文喔 不曉得為什麼翻一堆字詞啦 你看到的那個現金喔 就是這個字 那頭一層帳墓是做 現在這個特定的時候的一個表樣 真正的翻譯是這樣子啦 所以 什麼的表樣呢 現金特定的時候 就是耶穌來以後 為我們死了生天以後 就是我們現在所稱新約的時代啦 我們新約的這個時代 在經文裡面所稱就是一個 神特定的時候 這樣大家有聽清楚嗎 所以你們現在聽到你要用腦子喔 不然你會跟不上喔 我們新約耶穌來了 這是一個特定的時候 那之前呢 頭一層帳墓是什麼 指的是舊約的聖殿 以及舊約的會墓 那些舊約祭拜的儀式 這樣理解嗎 希伯來書這一段來講 舊約的那一些啊 祭儀祭物 以及那些祭司等等 縣的禮物的祭物 都不能讓我們 做禮拜的人什麼意思 就是侍奉的人啦 都不能叫我們這些 侍奉的人能夠完全 可是各位啊 今天耶穌已經來了 在座諸位我們認為 我們能力不足 我們智慧不足 我們很多地方有心做不好 小弟也一樣 可是在神的眼中啊 我們全心依靠神 即使有很多軟弱做不好 在神的眼中 這一份完全依靠神 向著神的心 就是完全啊 因為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耶穌基督的死 靠的是耶穌基督的聖靈 靠的是耶穌基督的恩典 所以我們啊 我們就是第九節那個獻金 就是現在神 已經定了這個特殊的時候裡面 我們現在在這個時候裡面 我們再來看啊 西伯來書九章十節 後面啊 這些是連那飲食和豬斑洗濁的規矩 都不過是屬肉體的條例 命定到正心的時候為止 大家看到這個時候也是這個字 所以啊 神已經定好了一個正心的時候 早就定好了喔 那這些正心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們第一個 我們現在就已經第一個時候了 就是能夠借著信耶穌 接受洗禮 領受聖靈 得到赦罪重生的生命 將來還有一個更大正心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就是耶穌在靈 我們要得靈體的時候 這個神早就定好了喔 所以第一個 主耶穌 這是關於耶穌自己 關於耶穌自己的這個時候 早就定好了 耶穌來為了我們死 耶穌什麼時候來 要叫我們悔改信他 耶穌幫我們定好 讓我們今天不用再獻 猪牛羊以及班丘 能夠借著禱告 在神的面前獻上這屬靈的祭 這就是第一個關於耶穌自己的時候 第二個 第一大類的第二樣 有提到啊 聖經提到主顯現神蹟 神顯露他的聖名 以及他將來再臨的時候 這個也是屬於主耶穌自己的時候 主顯出神蹟來 主的名字被人家知道了 主將來再臨的時候 我們看經文怎麼寫 我們一起來看馬太福音十四章第一節 那時分封的往西律 聽見耶穌的名聲 那時 抱歉喔 大家要翻就自己翻 不翻就算了 因為翻我在每一節 再等個五到十秒鐘 我跟你說 講到十一點四十分都講不完 抱歉啦 因為我要急著講完 你們再慢慢回去消化 要翻跟著翻沒關係喔 所以你看到這裡第一節的那時 有沒有看到 那個時候也是這個字 所以耶穌的名字被聽見 我問大家啊 耶穌三十歲之前 他的名字有沒有很多人聽見啊 沒有 因為時候未到 可是耶穌一出來啦 你看第一個聽見的 就是那個地區最有權位的人 就是西律的王 分封的王 這是訂好的喔 這個在經文裡面 這個是早就已經被訂好的 然後時間一到 耶穌的名字就傳開啦 好 我們再來看 馬太福音十六章第三節 早晨天發紅又發黑 你們就說今日必有風雨 你們知道分辨天上的氣色 倒不能分辨這時候的神蹟 這時候的神蹟 這時候的神蹟 是主耶穌的神蹟 什麼神蹟 不只是一病趕鬼死人復活 最大最大的神蹟 我問大家 你們想想這神蹟是什麼意思 這神蹟就是 原來看不見摸不到的神 竟然倒成了肉身 叫做saxologos egenitor 到那個化成了肉身來 看得見摸得到 還能去拉他的衣服 還能夠去打他 盯他十字架 的這個大神蹟 所以主耶穌在說 你們反而不能夠分辨啦 基督已經來了 站在你們面前的是多麼大的神蹟 而且永遠不可能死的神 不可能流血的神 不可能痛苦的神 竟然為我們受盡所有的折磨痛苦 流盡一切最後一滴血 死在十字架上 這是再也沒有第二次的大神蹟 這個時候才就定好了 所以這是關於主耶穌的神蹟 我們再來看 馬可福音13章33節上面 你們要謹慎 謹醒 祈禱 因為你們不曉得 那日期幾時來到 所以那個日期啊 就是這個定好的時候 那個日期什麼日期 看上下文字的 主耶穌第二次來的時候 主耶穌將來會來的啊 或許下午 或許後天 或許十年後 或許三百年後 或許一千一百八十五年後 我都不知道啦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只有父知道 只不知道 人不知道 沒有人能夠知道 可是那個時候已經定好了 所以各位 為什麼要把握時間 祷告 讀經聚會 趕快接受洗禮 萬一等一下耶穌就來了 我不知道 我沒有在預言 我是說不知道 等一下耶穌會不會 我們吃愛餐中午的時候 突然就來了 就一切都來不及啦 還沒有做聖功的 還沒有奉獻的 還沒有祷告的 還沒有接受洗禮的 一切都來不及啦 因為那個時候神早就定好了 我們不知道啊 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來看 彼得前書一章五節 在上面 你們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著所預備 到末世要顯現的救恩 所以這個跟上一集一樣 在講主耶穌的時候 末世 他原來的文字是 到了最後的那個神特定的時候 我們翻成末世啦 其實他原來的意思 最後那一個神特定的時候 要顯現什麼 救恩 指的也是主耶穌的再臨 好 這是第一大類 剛才我們翻的經文 就是聖經裡面提到 關於主早就已經定好 關於他自己的時候 什麼時候 主降生 主受難 主死亡復活升天 主顯神蹟 主陽明 主再臨的時候 這都已經定好了 我們現在來看第二大類 新約經文告訴我們 神特定的時候的第二大類 是什麼呢 就是關於我們的 我們在座諸位這些屬神的人 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稱 得救教會的時候 我們在座諸位啊 神也幫我們定好了 我們這個群體定好的時候 第一個 聖徒 我們在座諸位 已經接受洗禮的 都是跟聖經裡面一樣 被稱為聖徒的人 我們的時候啊 早就被安排好了 大家知道嗎 好 我們來看啊 約翰福音七章六節 上面 耶穌就對他們說 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你們的時候 常是方便的 阿們 耶穌說啊 我那個早就定好的時候 還沒到 那你們知道那個時候 是什麼時候了 已經發生了 被抓去審判 折磨 被釘死 那時候耶穌在講 你們的時候 就是我們這些來尋求耶穌 跟隨耶穌 被耶穌拣選的人 的時候啊 常是方便的 就是每個都排好 每個都準備好了 什麼個準備好 等一下看下去就知道了 很多方面喔 你要說是 關於我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等一下看下去就知道了 其實 這個你們的時候常是方便的 方便的很難理解對不對 這個方便的另外一個翻例 大家更好理解 就是都預備齐啦 你們的時候 都已經被預備好啦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的時候都被預備好啦 不用怕 不用亡兄 在我們有意外 在神一點都沒有意外 祂是全知全能 祂沒有意外的 好 這就是什麼呢 這個我們的時候被預備好啊 我們再來看 《使徒行傳》17章26節 就是這一句話的意思 他從一本造出萬主的人 住在全地上 並且預先定准他們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我告訴齁 大家這個年限啊 我們用中文解釋 看到年限 就會想到死嘛 會不會 這是中文翻譯 其實他原來的字不是年限 沒有年也沒有限啊 他原來就是這個字 並且預先 預備好了他們的時候 所以這個時候啊 不只是指著我們肉體死亡的那個日期啊 不只啊 這個時候還包含我們一生當中 最重要的幾個特定的時間點 這裡的年限是包含我們每一個聖徒 生命當中最重要的幾個時間點 神早就定好了 不是只有最後的那個時間點而已 哪幾個時間點呢 我們繼續來看 所以從聖經裡面的一些聖徒 我們就看出了這個時候 哪幾個 比如說摩西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7章20節 那時摩西生下來 俊美非凡 在他父親家裡 撫養了三個月 所以那時啊 也是用這個字 所以聖靈告訴我們 原來摩西什麼時候被生下來啊 摩西120年的人生當中 第一個重要的時候 就是被生下來嘛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就是在埃及的王公跟王主裡面 被養長大 第二個時候嘛 第三個時候 突然知道自己是希伯來人啊 打了人死的啊 逃跑到米店的曠野當中 第三個時候嘛 第四個時候 第五個時候 第六個時候 這些時候神早就幫他定好了 那摩西什麼時候出生 那摩西什麼時候出生 離現在大概三千六百多年前 那個時候 早在創世之前就定下來了 這是摩西哦 我們再來看聖經第二個聖徒 以撒 我們看羅馬書9章9節 在上面 因為所應許的話 是這樣說 到明年這時候 我要來 撒拉必生一個兒子 這是引用舊約裡面的記載啊 撒拉後來生的那個兒子是誰 以撒 所以明年這時候 神就說啊 到明年這個時候 神早就定好了 你怎麼知道阿伯怎麼這麼順幾歲啊 九十九啊 開玩笑 他等了快二十年啊 神早就答應他啦 亞伯拉你也不知道等那麼久 你回想 神答應你一句話 你能夠等十幾二十年嗎 所以他等後 等到來 等到自己等不起 去犯了一個錯誤 大家知道小弟在講什麼嗎 去生了以食玛利嗎 結果他九十九歲才來 明年這個時候啊 我要來 你的太太啊 那個七八十歲的啊 八九十歲 要再生一個兒子 那個時候神早就定好了呢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人物 保羅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十三章的十一節 這個也早就定好了 現在主的手夾在你身上 你要瞎眼 暫且不見日光 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 四下里求人拉著手領他 大家看不見 因為這裡也給你翻的 也不能說莫名其妙啦 就是翻的 暫且那兩個字 暫且其實原來的經文裡面就是這個字 在那個時候 在那個時候他會不見日光 所以我問大家 什麼時候保羅去破壞教會 什麼時候保羅走到什麼地方 什麼時候保羅突然有一個大光下來 然後他眼睛整個瞎掉看不見 他眼睛瞎掉的那個時候 聖經告訴我們早就定好了 然後接下來他眼睛瞎了 他的什麼 開啦 心開啦 肉體殘障啦 那個殘障的靈卻健全啦 他終於知道耶穌是主 耶穌是神 耶穌是基督 他歸信啦 這個時候早就定好了 但是這是這些聖徒的時候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 現在很多人會問 比如說這次有幾位目道友報名洗禮 比如說還有一些目道朋友 我們家裡面還有一些人 我們希望他能夠信主 因為昨天我們講啦 信主才是最理性最合理的事 因為只有信主這一條道路 能夠讓我們得永生到天國 其他都只是暫時的 好了 可是我們很關心我們的家人 及我們的朋友來信主 到底什麼時候他們來信主呢 怎麼樣才能夠信主呢 各位我們要積極 我們要努力 但是也不用太過憂慮擔心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以福所書二章十二節上面 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 在以色列國民外面 在所应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 並且活在世上 沒有指望沒有神 歌里看到了喔 神在講啊 那時在神特定的時候 本來在教 那個時候這封書信是寫給以福所 教會的弟兄姐妹的 我們的前輩的 在告訴說 當初你們還沒有信主的時候啦 都還不是屬耶穌 不叫基督徒的時候啦 那每個人都想 為什麼像小弟 為什麼二十九歲才來信主啊 為什麼有些已經 一出生就洗禮信主 現在不在教會裡面啊 那為什麼現在有些七八十歲 才要來信主啊 對不對 這一節就告訴我們 原來我們多少時間不信主 也是被早就定好的啊 那個時候 那一個特定的時間裡面 你們與基督無關 是在以色列國民之外 在應許的諸位上是局外人 門外漢 更多人 是在世界上沒有指望 是等於沒有神的 不管你們拜過多少神明 是哪一個宗教的 在獨一至高的神眼中 都是沒有神啊 拜錯神啊 那是特定的時候喔 加上這個斷掉啦 我前面這個螢幕 好 那我們繼續再往下看喔 不只是我們信主的時候 神早就定好了 那接下來聖徒離別的時候 我們來看鐵薩奴尼迦前書 二章十七節 沒有螢幕這裡有啦 來誰幫忙用一下 來先弄這邊 鐵薩奴尼迦前書二章十七節 出得來嗎 小弟直接念啦 每個單路時間 鐵薩奴尼迦前書二章十七節 弟兄們 我們暫時與你們離別余數 來 我問大家 簡選的恩典是指誰 我們這些外邦人啊 所留的余數是指誰 是指那些喔 現在一大堆絕大多數 不相信耶穌是基督的 這些以色列人 肉體上的以色列人 但是裡面還是會有一少部分 極少的人 還是會來信耶穌啦 我想這樣清楚了嗎 我們現在還是在這個時候 從兩千年前到現在還是喔 所以現在在肉體上是以色列人的 這些人來信耶穌 進正耶穌教會的很少很少很少 到耶穌再臨之前還會有 可是比起我們這些外邦信主來講 他只不過是所留的余數而已 這都是神定好的時候喔 這是聖經告訴我們的 大家可以理解 再回去想想看 還有跟教會有關係的是什麼 比如說下個禮拜的靈恩佈道會 比如說明天我們要做的事情 什麼事呢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十九章二十三節 使徒行傳十九章二十三節 那時因為這道起的擾亂不小 那時因為這道起的擾亂不小 這是在記載兩千年前的 以福所成的宗教騷亂事件嘛 這個騷亂怎麼起的 簡單跟保羅傳福音有關 所以傳福音傳出去啊 我問大家 傳福音就會有平安嗎 如果照這個經節不一定喔 傳福音最終是希望我們的 靈魂靈命得到平安 但是正在傳福音的時候啊 會不會起騷亂 會喔 會有阻擋喔 會有騷亂喔 會有紛爭喔 就是主耶穌講的 他來其實是是平安 但是不要想他來啊 地面上就平安太平啊 反而好像是點起火來一樣 還記得主耶穌講的話嗎 保羅兩千年就這樣 現在還是這樣子啊 最近我們當中有幾位 目到朋友報名洗禮之後 家庭裡面也是這樣子啊 所以啊 正在傳福音 福音會遇到阻礙 會興起波浪 這個時候 這都找天上的神 早就知道都定好了啊 那時也是用這個字 我們傳福音 會興起一些波浪 會有一些不順利 不如意的事情 神早就定好了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 我們來看提多書一章三節上面 道的日期 借著傳扬的功夫 把他的道寫明了 這傳扬的責任是按著神 我們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 所以到了日期的日期 也是到了這神特定的時候 我們就借著傳扬的功夫 把他的道寫明了 我告訴各位使徒保羅 他傳到的時間也只有一段時候 到他生命最後的那一段日期 他是沒辦法傳到的 你們讀到使徒行政最後 他被軟禁在一個房間裡面 什麼都不能做 不要以為有心想做就能做 不是這樣子的各位 神定好的時候要把握機會 我們常常想把握機會讓我結婚 把握機會讓我信主 把握機會讓我賺錢 把握機會讓我讀書 沒有啊 你要做聖功要把握機會 你要傳福音要把握機會 因為那個機會一過去你再想做 我問大家 保羅做到他死亡之前想不想傳福音 那你相信的啦 神定的時候過去啦 為保羅定的時候過去啦 你自己就被關在那裡 一直到死 什麼都不能做啦 這樣大家理解嗎 傳福音的時候也是神早就定好的 不只為教會 也為我們每一個人 所以有了機會就趕快傳啊 有了機會就趕快傳啊 不然以後會有罪 然後也來不及耶 痛哭啊 還有接下來在講什麼時候 我先講叫做雙重收割 我們現在出去傳福音啊 其實就是兩種收割同時進行的時候 怎麼講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十三章的三十節 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節 融這兩樣一起長 小弟問各位 這兩樣是哪兩樣啊 就是神的田裡面的麦子跟拜子 麦子是有用的 拜子就是那個有毒的草 長得很像麦子的啦 他們問耶穌說怎麼辦 耶穌說先不要拉出來 免得連根都拉出來 那是指的教會喔 來念完喔 融這兩樣一起長 等著收割 當收割的時候 我要對收割的人說 先將拜子入出來 捆成捆 留著燒 唯有麦子要收在倉裡 阿們 各位這是什麼時候 就是現在這一段審定好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這個時候有多長 我們在傳福音是在傳什麼 我們傳福音固然在救人 也同時在審判耶 很嚴肅的喔 所以啊 我都記得主耶穌交代小弟一句話 你去傳福音 去訪問 如果浙家的人不接待你啊 要離開之前 就把腳上的尘土剁一剁 見證他的不是 見證不是很恐怖耶 在神面前見證不是 就是將來審判的時候 跟推羅西頓 索多瑪 俄摩拉一樣 我現在說 邀請你來真正說 告回參加布道會 然後你一直拒絕啊 我還不敢做這個動作啊 神怜悯我啦 我沒有照著神的吩咐做啦 我還不敢 等著你喔 單身伴就好了 拜拜 因為曾有一個年輕人 小弟到那個大專學林會去 他就問小弟一句話說 傳道你這樣講 那我到底要像我身邊那個 不信主的人 傳福音傳多久 我說啊照著神給你的感動吧 可是你知道 世界上還有多少地方 多少人嗎 還要去傳嗎 我想這樣 大家能夠體會到嗎 那如果說 我們沒辦法去到世界各地 沒有辦法接受更多的人啊 那你努力向他一直傳 傳五十年八十年 那也沒有關係 可是有時候對我們來講啊 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啊 我們要到處去很多工作 所以現在來跟你講 你不把握的話 那是審判耶 那是同時在收割麦子 也在收割拜子耶 那是同時在收王 既把神要的魚也抓進完 也把神要丢出王 燒掉的那些魚也抓進來耶 所以這個時候 當收割的時候 各位 弟兄姊妹 各位在座 這是在收割的時候啦 耶穌降臨之後 就開始在收割啦 一直收割到現在 在主再臨為止 什麼時候不曉得 這個神都已經定好了 所以這個很重要 我們再來看 比加拉太書六章九節 我們行善不可喪至 若不灰心到了時候 就要收成 所以這裡勉勵我們啊 我們行善 不要喪至不要灰心 因為神定的時間 到了就會收成 你向別人傳福音 你去免疫那些 信心軟弱的弟兄姊妹 你自己在聚會 在讀經 連我們自己都會 喪至灰心 但是 你要相信神 神都為我們的時候 定好了 時候到了 我們就會收成 我們再來看 彼得前書四章十七節 一樣 這個就是真正 把那個時候寫出來啦 雙重收割的時候 真正收割要完畢的時候啦 世西節 因為時候到了 審判要從神的家 起手 若是先從我們起手 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 將有何等的結局呢 這是真正明明白白的講出 小弟所謂的雙重收割 所以神的家裡面 那一些會見永生的 就是麥子 那一些啊 不信從神福音的人 的結局就是麥子 那個時候 就是神特定的時候 已經定好了 好 那不止這樣子 教會也有受苦的時候 我們來看 這是由小弟所講 耶路撒冷受苦的時候 我們來看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節 他們要倒在刀下 又被掳到各國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日期盲了 這是指的地面上的那個耶路撒冷 現在在中東的那個耶路撒冷 所以啊 他們會發生戰爭 他們會這麼亂 這個時候 這個啊 日期神早就定好了 再怎麼急 再怎麼萬急 都沒有用 這是地面上的耶路撒冷 但是還有一個 關於在上的耶路撒冷的時候 在上的耶路撒冷 我們來看 使徒行傳十二章第一節 那時西律王下手苦害教會中的幾個人 在神定好的那個時候 當時的王就下手苦害教會了 所以教會受難也是神早就定好的 有啟示錄會講 有這個時候 我們再來看 啟示錄十二章十四節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 四給婦人 叫她能飛到曠野 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 她在那裡被養活 一載 二載 半載 好 各位看到那個婦人 這個婦人是神 屬神的婦人 就是教會啦 那這個教會啊 有一天啊 會面臨大批波 大患難 然後那個時候啊 神會有一個特定的時候 特別保守這個教會 什麼時候呢 你看最後那裡有個字 一載 二載 半載 如果中文你會理解成什麼 一年 兩年 半年 不對 它不是年 它是一個時候 兩個時候 半個時候 奧秘 它原文是一個時候 兩個時候 半個時候 不是年啊 不是三年半啊 開玩笑 然後就開始 就越新越開始串啊 所以在這個 屬在上的耶路撒冷 就屬神的教會 會有特定的時候 會遭受苦難 但是神也會在特定的 一個時候 兩個時候 半個時候 最後的精卷寫說 神會把它 放在特定的地方保守他 希望我們 我小弟認為 現在我們還不到那個時候 我們都還信得很快樂嘛 希望我們 神明明我們最好不要遇到那個時候 好 那還有 告訴我們 教會也會有豐收百倍的時候 我們來看 路加福音18章30節 沒有在今世不得百倍 在來世不得永生的 彼得問耶穌說 我為你們撇下一切的啊 來跟從你啊 主耶穌就給他這句話 這個今世不是今世啊 就是在神現在特定的時候 沒有那個不得百倍的啦 所以神為教會定好了 為我們在座每一位定好了 只要你真的願意撇下一切 來跟從主耶穌 在神為你所定好特定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人生得到百倍 這個百倍大家不要只有想到錢 不要只有想到物質啊 可能也是可能也不是 是耶穌應許的 這是豐收得百倍神特定的時候喔 我們再來看使徒行傳14章17節 使徒行傳14章17節 然而為自己未尝不顯出證據來 就如常施恩惠 從天降雨賞賜豐年 叫你們飲食飽足滿心喜樂 大家看到這經文四個字 賞賜豐年 神會賞賜豐盛盛的這個特定的時候 這個年也不是我們中文的年啊 他原來意思就是神特定的時候 所以不是每一年都這樣子 但是神答應我們啊 會在教會的某一段時期 會在我們每個人特定的一個 只要我們是真心跟從主的話 他會給我們一個特定的 豐豐富富的時候賞賜給我們 我們感受得到的 叫我們靈性跟生活上 能夠保足滿心喜樂 我們來看彼得前書五章六節 也是在講 彼得前書五章六節 快點喔 每次都慢兩三秒喔 小弟念啦 彼得前書五章六節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時候他必叫你們升高 所以我們升高啊 彼得前書五章六節 我們升高也是神已經特定好的某個時間點 接下來 教會喔 對我們一樣是真耶穌教會 屬神得救的教會 彼此幫補彼此關心彼此代導 互相奉獻 不管是建堂 不管是修善 不管是什麼事工 我們來看 哥林多後書八章十四節 哥林多後書八章十四節 乃要均平 就是要你們的富裕 現在可以補他們的不足 使他們的富裕 將來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 這就均平啦 這個經文裡面的 現在 就是這個時候 所以神讓我們當中有些統領啊 很富裕 很有錢 不是要讓自己來享受生活 追求個人享受跟榮耀的而已 現在讓你們有些人比較有錢 是要在你們這個特定的時候 來補其他聖徒的不足 這樣理解嗎 這個時候神也幫我們定好了喔 我們來看加拉太書六章十節 一樣講這個道理 所以有了機會 就當向眾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這個機會就是神特定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是到了神特定的時候 就要向眾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人 就是教會其他的同龄 更應當這樣 所以我們彼此關心 彼此幫助 彼此幫補 彼此奉獻 這個都有特定的時候喔 神要看我們是不是願意造的這樣做 這就是小弟講的第二大類 關於教會跟我們聖徒的時候 包括我們的生死 包括我們的信主的時候 包括我們的患難 包括我們的高升 包括我們的降杯 包括我們的豐富 以及豐富要來互相幫補 這些神都給我們定好了 某一段時期 這個奧秘大家要理解喔 要有這樣属灵上頭來的智慧看得出來喔 不要輕易放過這些機會喔 再來我們來看第三大類 新約聖經告訴我們 神特定的時候是什麼 是一般世界上的人的 這只有兩個經節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十七章的二十六節 在上面 他從一本造出萬祖的人 住在地上 並且預先定准他們的年限 所以他們 剛才講過了 並且預先就準備好了他們的時候 這個他們 請問大家是指的誰 指的前面萬祖的人 所有各國各方各族的人 所有的人類 少神為每一個人類 不管你是道教的朋友 佛教的朋友 一貫道的朋友 天理教的朋友 伊斯蘭教的朋友 不管你信不信神 你什麼時候來到這個世界 你在世界上的時候有多久 這個早就都已經定好了 但是我們應該盡本分就是了 所以這是關於一般世界上的人 不只是我們信主的喔 外面的世界上的人也是 還有另外一個時候 我們來看西伯來書11章11節 西伯來書11章11節 因著信 連撒拉自己 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還能懷孕 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 各位看到這個在講撒拉嘛 哪裡有時候 就是那個歲數啦 那個歲數其實不是歲也不是數啦 也不是年齡啦 那個是 雖然過了生育的特定時候 所以這一節在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什麼時候會出生 什麼時候會長大 什麼時候啊 會荷爾蒙停止 什麼時候會停經 停經之後還能生出來 然後什麼時候啊 身體狀況怎麼樣 也就是講什麼 一般人的生理變化階段 神早就幫我們定好啦 所以我們四五十歲到啦 就是會老花眼 我們的生理啦 小弟在講這個大家知道嗎 連我們出生跟死亡神就定好啦 我們整個人內肉體生理的變化階段 也是神早就都定好的 該什麼時候頭髮會白 像小弟 該什麼時候頭髮會凸 該什麼時候你會很健康很有活力 到什麼時候啊 你就開始老默默 要贏了 這些神為人類定下來的生理狀態 也早就都定好啦 所以不要因為在這當中啊 就氣餒 就覺得神不愛我 該有精神的時候就有精神 年紀大啦 叫做年老氣衰呀 也感謝神 否則拐杖在床頭 也感謝神 這樣知道嗎 因為這一切神都定好啦 我們在這當中知足就好啦 仰望將來的永生就好啦 頭髮白啦 頭髮凸啦 哪裡不舒服啦 也感謝神 因為這一些特定的時候 早就都定好啦 好 這是一般世人的 最後第四大類 新約經文告訴我們還有魔鬼 跟那些属魔鬼的時候 神也定好啦 我們來看鐵撒努尼迦後書 二章六節 鐵撒努尼迦後書二章六節 現在你們也知道那攔阻他的是什麼 叫他到了時候才可以顯露 攔阻他 攔阻他的是什麼 所以攔阻他 會攔阻就是阻擋啦 你看上下文指的就是魔鬼撒旦啦 跟那些属他的 叫這個魔鬼撒旦到了神特定的時候 就顯露出來啦 所以神啊 魔鬼撒旦是神所造的這靈界裡面的存在 後來墮落離開本位 由大叔講的那一群 將來預定要入沉淪的 要面臨第二次死亡的 被扔在硫磺跟火壶裡面的 連這些啊 靈界裡面的叛徒 就是魔鬼撒旦那 比我們更有能力的 他們的時候神也早就定好了 所以什麼時候魔鬼會顯露出來 讓大家覺得他是王他是神 他好厲害 這個神也早就定好了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我們看提摩太前書四章一節 聖靈明說在後來的時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聽從那引誘人的邪靈和鬼魔的道理 不只撒旦古龍大蛇的時候定好了 連後來有一批人 他們一定不會相信聖經 一定不會聽耶穌基督的話 反而會去离弃真道 甚至本來相信的都離開教會啦 不信啦 去聽從那一些奇奇怪怪道理的 他們的時候也早就定好了 我們繼續再往下看 提摩太后書三章一節 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這個日子就是神特定的時候 所以神在告訴我們 我們這些教會的弟兄姐妹啊 到了最後的這一段時間 一定會有危險 但是神特定好的時候來到 你要是看上下文指的就是 那些屬魔鬼的跟撒旦的攻擊啊 所以有了不要奇怪 不是神無能 而是神定下來的時候 小弟要講的這一句話 不是神無能 也不是神不知道 因為這早就都定下來了 這樣知道嗎 早就都定下了 我們繼續再往後看 我們在看提摩太后書 四章三節 跟剛才那一節一樣 因為時候要到 神特定的時候啊 會到的 那個神特定的時候 到的時候會怎麼樣 有很多人會厌烦純正的道理 耳朵發揚 就隨從自己的情欲 另外去找好多的師父啊 哇外面的大師啊 專家啊 什麼宗教家 就越來越多啦 奇奇怪怪的邏輯跟道理都出現啊 然後都覺得 他們講的比你好啊 他們講的比聖經這個有道理啊 就都跟那些人去啦 神早就知道都定好了 好我們再來看喔 那這樣子 最終這些人 難道不會付出代價嗎 撒旦魔鬼跟屬魔鬼 離道的人不會付出代價嗎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八章二十九節 他們喊著說神的兒子 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 時候還沒有到 你就上這裡來叫我們受苦嗎 各位你看上下文 這是兩千年前 主耶穌要趕的那個群鬼軍團 他們在講的還記得嗎 那一堆軍團 都跑到一個人裡面去啊 所以魔鬼不受空間的限制啊 裡面有一個軍團啊 可是他們一看到主耶穌來啦 就開始喊啊 神的兒子則是耶穌 神的兒子則是耶穌 我們與你有什麼相干 時候還沒有到 時候是什麼 各位我問大家 你們發覺這些魔鬼 他們認不認識耶穌 他們比我們眼睛更厲害喔 然後他們知道什麼呢 神特定的時候還沒有到 耶穌都沒有跟他們講到喔 他們這一群啊 在靈界裡的存在 都知道神有特定的時候 什麼時候 叫他們受苦的時候 這一群魔鬼啊 魔鬼軍團啊 他們自己都知道 將來有神特定要他們受苦的時候 結果他們也不悔改 還繼續在作惡 你說該不該死 那簡直是一種自暴自棄的精神 惡還要更惡 就知道將來自己預定受刑罚了 還繼續在作惡 我告訴你不只魔鬼 人類也有這一種的啦 他們自己知道喔 有沒有發現 但是神定好時候會叫他們受苦的喔 我們再來看受什麼苦 我們來看 启示錄十二章十二節 所以誅天和住在其中的 你們都快了吧 只是地和海有祸了 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 就氣憤憤憤的嚇到你們那裡去啦 撒旦啦 他 启示錄說 將來他有一段時間會很氣 會抓狂啦 我們講接下來囉 會抓狂啦 抓狂起來就開始 最後他能掙扎的時候就到了 神著就知道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機會很少啦 原來的文字是這樣我翻譯 他知道自己的機會已經很少很少啦 自己的那個時間點已經很少很少啦 於是就抓狂啦 撒旦跟屬撒旦的都知道耶 啊也不會改耶 結果誓不會改啦 台語說這樣 大家知道嗎 誓不會改 啊 神也知道他誓不會改啦 所以早就都定好了 然後最後就是扔進火湖裡面去 永遠受沉淪 好 那最後的一點時間 小弟再超過幾分鐘再講 既然聖經告訴我們有四大類十二項的 這些時候神都定好了 對於神的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去 聖經告訴我們不可以輕忽喔 輕忽也很嚴重喔 來 我們來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四節 並要掃滅你和你裡頭的兒女 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 因你不知道眷顧你的時候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為什麼小弟急著要中一個多小時 跟大家分享這個時候 因為如果不知道這些時候啊 迷迷糊糊 還怨嘆神 還埋怨神 還把神仕的機會給放棄 輕忽啊 叫做後面這一句 假如我們不知道眷顧我們的時候啊 將來我們會遭大禍的 我們會被掃滅 連我們的兒女 連一切石頭都不會留在石頭上 所以我們要知道 關於我們這特定的時候 我們再來看路加福音二十章第十節 你看古耶穌講的一個比喻 就跟這個有關 到了時候打發一個仆人到圓戶那裡去 叫他們把圓中當那的果子交給他 圓戶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 到了神特定的時候 這個圓主啊叫了一個仆人 到那一些幫忙照顧葡萄園的人那裡去 結果他們把那個仆人給打了 打了之後是什麼後果 大家知道嗎 我們看後面二十章十六節 看前面齁 十六節第一句就好了 他要來除滅這些圓戶 將葡萄園轉給別人 所以齁 在這個時候我們不好好顾著圓 還去欽呼神拆派來的仆人跟工人 到了時候啊 神要來除滅這一些打仆人 拒絕仆人的人 然後把圓來屬於他的 轉給其他 臨時從路上拉進來的那些乞丐 爛人就像小弟啦 我都覺得我是二十九歲臨時被耶穌拉進來 不曉得要去補哪個人位置的那個人啊 之前一定有人比我還好 可是他自己忽略的神眷顧他的時候 於是我就臨時被神拉進來 可是神也早就知道我的時候啦 雖然這是奥秘 然後來替補他的位置啦 所以我現在要很謹慎小心 守住這個神眷顧我的時候啊 各位要跟我一起守住這樣知道嗎 要守住這個機會啊 不然就會被神除滅失去永福必遭大難 神講的時候很重要啊 不可以輕忽 那我們如何去面對神的這些時候呢 最後五點講完就結束啦 我們怎麼去面對 既然知道了這一些 第一個啊 我們發覺神的時候有些是可以考察的 有些時候是不用去考察神 也叫我們不要去考察的 我們來看可以考察的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彼得前書一章十節到十一節 彼得前書一章十節到十一節 論道這救恩那欲先說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 早已詳細的尋求考察 就是考察在他們心裡基督的靈欲先證明基督受苦難 後來得荣耀是指著什麼時候 並怎樣的時候 各位你們看得懂 所以這個神特定的時候要不要考察啊 你看看第十節要不要考察 十一節要 所以這種時候是要考察的 基督什麼時候受苦難 將來得榮耀 我們什麼時候要得恩典 這個要注意喔 這個是考察的 道的也要考察喔 我們大家都知道啦 感謝主我們在座諸位都知道啦 那我們看還有不可考察的 我們來看使徒行傳一章七節 所以我們今天所講的這時候有一部分啊 你不用再去問啊 是什麼時候啦 你不用問說賴傳道 那你既然這樣講 我問你你幾歲會死啊 我告訴你啦 不用問我我不知道啦 我怎麼死的 什麼時候死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問神 因為神不會讓我知道啦 第七節 耶穌對他們說 覆平著自己全秉所定的時候日期 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 這樣知道了吧 有些時候是可以考察的 有些神特定的時候你不用去考察 因為神不會告訴我們的 也不是讓我們知道的 所以不要受騙啦 外面有很多騙子 那既然這樣子 我們面對這個神的時候 第一個要知道 可以考察的要考察 不用考察不用考察 第二點 面對這些時候 要趁早睡醒 要趕快醒過來啊 各位雖然講了 你們有些打磕 所以不是你們的錯是小弟的錯 但是你要醒過來啊 我們來看喔 羅馬書十三章十一節 再者你們曉得 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 因為我們得救 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啦 這裡有兩個神特定的時候 各位我們有沒有在這個時候裡面啊 有喔 所以我們已經是趁早睡醒啦 不要讓自己失去警醒 開始打盾 要趁早睡醒 面對神的這些時候 要警醒要醒來啊 我們看《啟示錄》一章三節 念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 都是有福啦 因為日期近啦 因為神特定的時候已經近啦 要有福 我們要有福 大家希不希望有福啊 就要趁早睡醒 要知道這個時候近啦 我們再來看《啟示錄》二十二章第十節 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 因為日期近啦 這個神特定的時候已經很近啦 好 第三點 我們面對這個時候 大家要記住 要去分辨 但是不要審判 要耐心等候 我們來看《格林多前書》四章第五節 所以時候未到什麼都不要論斷 最後那一句 那時個人要從神那裡得招稱讚 所以神特定的時候未到什麼都不要論斷 這個論斷其實什麼都不要審判啦 什麼不要審判 我們要去分辨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不對的 我們要去分辨什麼是屬神的 什麼不是屬神的 這個一定要很會分辨喔 但是分辨之後啊 你可以說這個人說話 不是神的那種話 這個人做事不是神喜歡的 可以分辨 但是不要去審判他 所以這個人喔 不要說後面這些話 今天家人有在軟弱的 從小信主席裡有在軟弱的 我們周邊有統領有再多軟弱的 包括小弟 你可以說傳道今天講的這些話不對 傳道做的這件事情不對 但是你不要說傳道一定下地獄 這樣曉得嗎 要懂得分辨而不是審判 因為審定的時候還沒有到 將來會叫我們審判的 將來會叫我們審判的 那個寫在各領弱的前書我們不翻啦 所以我們要珍惜每一個神特定的時候 我們來看各路西書四章五節 最後啦 你們要愛惜光陰 這個方程光陰 完完全全是華人的觀念 它的原文裡面是 你們要愛惜每一個神特定的時候 Kairos 不是年月日時那些時間 你們要愛惜神所赐給我們 赐給你們每一個神特定的時候 用智慧與外人交往 所以我們面對既要懂得分辨 可以考察的要考察 也要好好的愛惜珍惜 叫做把握神所赐的時候 來信主來聽道理來做聖功來彼此幫補 這樣大家理解嗎 這是聖經告訴我們最後一節 最後一節 我們來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六節 你們要時時警醒常常祈求 你們要在每一個神賜給你們的時候 一直警醒一直祈求 我們再看以福所書六章十八節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祷告祈求 原來的意思是靠著聖靈在每一個神所赐的時候 祷告祈求 阿們 上面這就是小弟已經把神的奧秘都告訴大家了 願神里的聖靈能夠幫助大家理解 這聖經裡面很重要的神定的所有的時候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起來祷告 這裡寫的 我們能夠祷告的時間 不管等一下是五分鐘七分鐘十分鐘 是神特別賜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應該警醒 祷告祈求 對不對 把握時候 愛惜這些時候 以上見證 我們一起來唱詩